Lineum的工作流程其实很简单,几步 第一步就是根据不同的项目去开一个工程文件 即是开一个项目,譬如马术比赛或者狗拉薯箱 开一个项目的,然后开了一个Lineum 然后导入照片,导入哪些照片或者导入那个项目的照片 导入了之后就看照片 第一步我来说的看照片就是首先选择废片 选择废片,然后一次剩下它,在Lineum上剩下它 然后剩下的照片我需要去修整,譬如徐展,调颜色,光线 光暗、降噪之类之类之类,那我就可以去调 调完之后,你需要导出这些照片 导出拉箱外面变成一批处理了之后的照片 处理了之后你就导出去,就是这样的过程 开一个项目导入照片,选照片,看照片,散照片 接着调整照片,调整照片,收取照片 接着导出照片,这几个步骤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大概怎样做 在这里你开一个Lineum出来,接着你要开一个新的项目 就在这个文件,新建目录这里,按它 在这里你就要选择你放在哪个位置的了 你那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比如我这个工作 外置工作硬盆这样,我点一下它 接着我在这里就打那个项目的名字 项目的名字就是这里说,马术比赛2019年 我的习惯就是,哪一年写了个年份,接着再写个名字 这样就好管理,哪一年活动名,这样 我好像这里这样,我会写了年份最假的名字 这个名字,这里一个例子,一个大规矿 我可以做一个目录,我可以叫它,或者直接叫我的照片 我的照片这样,我会放在这里,就是这里 接着这个目录叫我的照片,当然是特别一个名字 你当然给一个特别的名字,这里 这里就按创建,我们看回这里 一会儿你可以看一下,现在Lineum在这里开 一会儿它,这里它就叫做我的照片 拉笔就在这里,开键 这里我的照片,即是新建的目录 这里那个就是工程文件 所有你编辑的东西,所有都是保存在这个文件里面 同样的名字,我的照片 所以这个一个文件夹,里面的工程文件 另外这里两个就是暂时性开出来的文件 你关了那个Lineum,到时它这两个文件会自动消失 另外还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就叫Helper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都要整个这样的东西在这里 只得两个文件 如果你关了那个Lineum,它只得这个 它就自己开,你不需要理它 另外一个文件夹就叫Preview,即是预览图 在这里,如果你导入了照片在Lineum 它会预览,即是会生成预览图 会放在这里,因为譬如你说Cameron Rock那些照片 它不可以直接看它,它需要生成预览图来看在Lineum 它有好处就是它会快一点看的照片 那这里,我显示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项目就开了一个新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需要导入照片,导入照片就是在这里按 导入照片或者视频,按这里,或者你可以按导入这里 按它,按它之后它会出现这个导入的窗口 在这里,它有左边是来自哪里 右边是放在哪里 上边就是考卖,移动,欠佳,这些 迟下最详细讲 在这里,我就选择My Picture 在我那里移动硬盘 那我放了一些照片在这里,作为例子 当然,如果你有你的记忆卡 你相机的记忆卡,拍了照片 你可以插到电脑上的 它会在左边这里显示 那你会按它,接着它会显示 里面的照片,里面有什么照片,有什么视频 它会在这里显示的 在这里我才要考卖,即考卖一份 下去另外一处,来自这些照片 考卖到这里,我考卖的位置 到这里,我放在外置的硬盘 当然你可以放在任何一地方 放在任何一地方 放在Animal,这里也可以 或者放在这个也可以 这些就是这里的照片 当然,同一个项目我又放在这里 这个项目叫做我的照片 我按它,接着它就会放在这里 它这里,它会查我的照片 就是看我的照片 查我的照片是哪一日拍的 譬如2004年6月21日 就拍了60张照片 其实这些是植物公园的照片 我所知 它自己查,自己看你的照片 接着哪一日拍的 它会开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给一个名字 即日期那裡 当然这个文件夹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不同形式 譬如你可以选择中文 可以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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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6月21日 可以自己这样给它名字 即格式 我比较喜欢这个 这个年月日,简单 这样我选择这个 就来着这些照片 考背到这里 分了日期 放在里面 接着按导入 导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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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看 刚才这些是没有的 因为我现在导入了 它就分了日期 这个日期里面是哪些照片 它放在这个文件夹那裡 这些是一批一批 这个文件夹 就不需要我自己去看照片 自己打个日期 自己放下去 拉凹它自动的 射了你的照片 看了你的照片 然后帮你做了这些文件夹 接着放在里面的照片 这样 那我的照片 这些是原始素材 我放在这里 这里整个工程文件 里面有我的工程文件 有我的原始素材 是吧 那我到时候用拉凹 编辑后 倒出一些照片 那我就会放在这里 这样 整个工程 对照片的处理 安排就比较方便 如果是说 我的工程文件 譬如我的工程文件 是放在这里 但我的照片 原始素材 是放在另外一处 譬如我刚才说 我放在这里 放在哪里 到时你的 乱乱笼 乱了 我建议 将它全部放在一起 一个项目放在一起 你的照片 到时就知道在哪里 比如这些 码述比赛 原始素材 在这里 工程文件 我导出一些文件 我都放在这里 比如这个 原始素材 工程文件 导出一些照片 所以我全部放在一个位置 到时就 搬去其他地方 或者搬来这里 再看 就方便 不可以到时说 我的照片在哪里 来回这里 我们看回 这里 总共所有照片 就有134张照片 这里 我们看回文件夹 这里 看回这里 哪一日是哪些照片 它就在这里显示 你只可以选择日 或者全部照片 这样看 这些照片在中间 这里 你可以放大缩小的 一格一格 一张一张 或者是单独一张 单独一张 可以按左右 或者直接在鼠标按 这样 它就会显示 你可以点击它 按它 接着它可以放大百分百 大小来看 再按一下它 变成适合整个屏幕 整张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你说缩放的比例 百分之二十五大小 你可以按的 或者百分之四百大 你可以按的 通常我会百分之一百 和适合 就是这两个 一百 适合 这样 另外 这个拉凹 在图库这里 可以用键盘的快捷键 按下 这个sip tab 可以隐藏四面窗口 这里 开关这样 如果你是需要多些空间 来看 那就隐藏四边 如果你是用一格格的 按G 这样就一格格 如果你是用一张 双点那张 它就可以一张一张看 你可以按这个出来 按左右 这样就来看了 刚才我说了 照片就倒入了 第一个我就是看照片 我先选择废片 就是没有用的照片 不好的照片 我可以直接放大一点 或者缩小一点 可以直接看到 有些照片很明显 是过爆或者过暗 过了浓 够都没有用 那只可以选择了 直接这样 譬如 我说譬如这张太暗了 选择了它 按X 这样就打了黑旗 到时会把这些照片一次过散 这张对比太大了 暗和光 不要的 按X 它又打了黑旗 这样就继续看下去 我们看下去 或者这两张照片 或者这张不要的 按X 有张黑旗 看下去 另外另外这两张 其实是差不多的 这张可能过爆了少少 我可以 黑旗 按X 按了 选择了 而此类吹 最后这张不要的 这张都没有意思的 按了 你看下去 选择你不要的照片 不要的 你就最按熟性 就是这里 这里 这些就是过滤器的 这个黑旗 你按黑旗 所有黑旗的照片 都会出来了 在这里 你可以说 这些照片 我选择了出来 是不要的 你说 我在删除之前 我想再看一看 你可以再逐张看一看 如果你说不肯定这些照片 不要的 按G 按Ctrl A 选择所有这些照片 接着按Delete 接着在这里 就选择这个 从瓷盘散除 从瓷盘散除 它就会 直接散除了一些照片 在你的电脑里面 这样散除了 那你就散除了一批 一批不要的照片 剩下的就是好的 或者好的 当然有些照片 就这样看 未必是知道 是否清晰 或者什么 你可能最 首先 散除了一批 很明显不漂亮 接着你再去 按百分百看 再看 逐张看 如果你说 这张太蒙 都不要 再按X 它又会打黑旗 一会再散 再看下去 这张 以下位 你可以继续看下去 或者什么 这张不要的 按黑旗 再继续看下去 这张 有些萌萌的 萌萌的 不要 按黑旗 又可以散一批 按G 接着去这儿 按黑旗 这些 不要散除 对 两次做了之后 第一次很系统性地看一看 散了那些 第二次就是 剩下的那些 是看哪些模糊的 那么散了 剩下的那些 现在剩下的那些 就是好的 那么 就 变成了你很容易 散了那些废片 所以特别是我们 有时拍着 什么 其实拍了很多废片 那 那 散裁的话 block 在这里散就很快 散了那些照片 散了那些 剩下的那些 剩下的那些 如果我们需要 比如说 曝光 曝光 这个 OK 不需要改的 这个 或者调光一点点 你可以去这里 收据图片 这里 按它 所有收据图片 就是在这个 右边这里 比如说 曝光有点暗的 我想调光一点点 你也调光一点点 在这个曝光这里 另外那些对比度 你需要调的 这个曝光这里 分四级 你可以调 这些是开蒙笼 或者什么的 这里继续 你可以一张张去调的 调回一些 一张张去调 一张张去调 当然如果一张张去调 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说很多相片 很多相片 但是你又想快一点 那你可以分类 比如你说这张相片 这张相片 这张相片 其实这些相片 其实都是偏暗一点点 都是偏暗 差不多的 那你可以选择这些相片 选择这些相片 选择其中一张相片 那用来调 譬如我这个曝光 这些相片全部的曝光 都要调高一点的 接着对比度都要调一点 然后你说这个去蒙笼 加一点 另外在数码相片 很多时候有焦点 焦点这些比较久的 以前的相片 04年 那我降噪 明亮度的降噪 颜色的降噪 我按 加了一点 降噪 降噪之后 我可以看一下之前之后的相片 这张相片 这里就是之前 这张就是之后 收矩前收矩后 那你说OK 可以 接着你就抬出这里 接着你问 这里有一堆相片 这些相片 这些相片 我降噪没有做过 这些相片都没有调 就是这个 但是这张调了 是不是 调了这个 ok 这些相片 都是同样 都要调亮一点的 都是亮那么多 那当然可以一个个这样的 按 这个 0.840 好像 看看是不是 加0.400 这里 你可以直接按 0.400 按下去 把数字 两个 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你逐张逐张去做 那 浪费时间 因为全部都是一样 调高那么多 那你可以 这里选了这些 接着我选了这一张 这张 显示在这里 显示这张 即是其他的相片 就跟它了 在这里 那我就按同步 那同步在这里 譬如我说 曝光对比度 这里 那我要这两个 才是同步的 那我就选了 按它 刚才这张 我有做降噪 降噪 我按了这里 其他要的 譬如这个去蒙龙 我说这些去蒙龙 我不跟它 不做 不调的 那去蒙龙 去蒙龙 这里我就不按 一会其他相片 就不会有去蒙龙 这里的 所以我只是调那个曝光 对比度和降噪 这些相片就跟它 只是这三样 我按同步 按了之后 那它所有这些 曝光度就加0.48 对比度又加了11 所有这些相片 都跟这一张相片 这个数值 那同样 我又选了降噪 这些降噪 它都有做的 同样的数值 那变成是一次过 一大批 去做了的了 那譬如你可以继续 再去调下去 分批量 调 调完之后 那我们看回这里 调完之后 那我们这些相片 当然可以全部调过之后 那你可以全部一次过 倒出的 那你可以全部倒出的 那Ctrl A 这样选择所有的 接着 右点 接着按倒出 在这里 或者譬如我说 我刚才调了某些相片 有些相片没有调的 那我可以按这里 就是按这个属性 按这个 按这里 它就会显示出 所有编辑过的相片 这个就是 这个过滤器 编辑过的相片 就会显示出来 所有编辑过的相片 都有这些符号 或者其他符号 会在哪里 这样这些相片 我编辑过 那我就Ctrl A 选择这个 然后我就导出相片 是不是导出这些相片 那又怎样 接着按这里 导出 导出 在导出这里 我就放在哪里 放在雀面 或者放在任何一位置 我的文档 或者自定义 按 可以放在其他符号 其他地方 指定的位置 你可以选择 放在哪里 你可以选择 那我通常 我都 问题不大 放在雀面 然后我就 在雀面 再开一个文件夹 叫000 的 放在这个里面 雀面 000的文件夹 这里 那个格式 JPG 或者高质量打印 TIF 看看你需要 那个格式 JPG 导出的大小 可以选择 可以打几大 这些设置 可以自己选择 接着按 那个长边 就是1920 短边 就看那张照片 接着 这里 水印 如果我想加水印 我就可以选择 这个水印 按了它 接着水印 可以编辑水印 我这里有三个编辑水印 我按一下这个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的水印 这个水印 其实就是PNG的图片 用图片作为水印 放在左下角 这里 你可以放在任何一位置 放在中间 就是这里 或者正正中间 大小可以调 接着透明度可以调 你设计后 可以保存这个水印 我不保存这个 我直接用这个 其实这个就是左下角 那里的 OK 差不多了 我就按 导出 将这些照片 这里导出 将这些照片导出 其实很快 因为这些照片又小 又不是很多张 去到脚面那里 按这个000 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就是刚刚导出了 我可以双点 可以看一看 那它的边场 刚才说 1920 闊 即高 就是看自己的对比 又加了水印 当然照片又调了 调了曝光 是不是 降噪了 这样 所有照片 可以看看 全部照片 都加了水印 调过了之后 这些照片 就是刚刚做了 所以整个流程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就重复一次 就是开一个项目 特定一个项目 你的工程 你的活动 或者什么 开一个目录 接着导入你的照片 导入了之后 看照片 选择一些废片 把照片都扔掉 剩下一些漂亮的照片 或者不太漂亮 但你可以调 那你就去调一下照片 修辑照片 修辑完之后 倒出你的照片 那这些照片 你就可以用了 基本上流程就是这样 所以Line 其实对 刚才说 对摄影师来说 其实非常好用